库曼德拉王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勇敢的战士拉雅 长途跋涉找到了 最后一条龙稀疏 勇敢的女孩拉里路与你同在 拉雅用宽丝带为自己做了一个上衣 她很有品味 在战斗中穿裙子不太舒服 这就是为什么她做了这四件 缝了条裤腿裤 戴橙色袋子的长鞋 这真是登山的你所需要的 绳子缠绕在她的胳膊上 一顶宽便帽子可以保护头部免受阳光伤害 拧紧植物并添加衣领 现在拉雅不必担心风雨了 当被称为德罗恩的邪恶怪物袭击地球时 拉雅急离开家去寻找最后一条龙 她经历过一个危险的沙漠 她的马需要休息一下 让我们休息一下吧朋友 我们还有一个漫长的旅程 旅程中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很重要 拉雅给妈喂水 自己也喝了些 凉水给了她能量 让我们找到失踪的龙 我们需要一些碎布和一些线 缝合边缘 在顶部添加一根线 现在我们可以把袋子拧紧了 像这样的皮带可以承受更多的重量 拉雅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她的心包里 她从部落成员那里得到了一些礼物 她解开绳子 拿出一个很棒的包 太棒了 现在我可以带更多有用的东西了 我需要很多食物 太好了我看到一些蘑菇 走了一会儿后 拉雅找到了一个休息的好地方 即使是寒冷的夜晚 在火堆附近也会很暖和 寄上露露时 有着蘑菇变得非常美味 空气干粘土将用来做剑的基底 揉捏冰压扁刀片 像这样弯曲它 做一个手柄并用钻石撞尸 银色在阳光下闪耀 把手是青铜的 拉雅小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 这是她最喜欢的剑 勇敢的女孩仍越来越近地走进森林 突然 她听到树枝裂开的声音 嘿 你听到了吗 你是我的囚犯 我不是 别挡在我面前 如果你赢了我就让你过去 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 战斗开始 太激烈了 他们亮的剑术都很厉害 对手举起了她的剑 但拉雅阻止了她的进攻 并赢了 起来 我不是在寻找敌人 你想要什么 为了我们部落与世界的和平 我必须出来战斗 原来他们有同样的梦想 这些水晶太清晰了 让我们标记一个放在地灯的地方 魔法会照亮这块珍贵的石头 将灯泡盖在一层黏土下 上色使它的颜色与晶体相同 它就像来自地球深处 在一个隐藏着游荡眼睛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这些蓝色的水晶 但只有一个会发出神奇的光 好像是这块 一块石头将改变一切 怎么敢相信我找到了 但它隐藏着什么力量 哦 这里好像不太欢迎我 有人不想我拿走它 周围在塌险 我得跑了 多么可爱的宝宝啊 很快你就会知道它是谁了 用标记笔将它浅色的头发涂成黑色 小发带会帮助我们 抓两个可爱的丸子头 我们可以用紫色缎带 做一件长裙 再腰上去腰带 使鸡看起来像和服 这双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 但不要被它骗了 拉雅骑着它的马穿过乡村 突然它听到一个孩子在哭 我要看看发生了什么 拉雅放下它的包 跟着声音走去 它是对的 这里有个小女孩 宝贝 你迷路了吗 你的父母在哪里 一只猴子在看 它是这个小土匪的帮凶 几个流畅的动作 一顶帽子盖住了拉雅的脸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这个小屁孩 宝宝和它的同伙 抓着石头跑走了 我们需要穿个沼泽 啊 我们被困住了 不能移动 你们走不了了吧 把手给我 拉雅帮助它们出来 谢谢你 这是你的石头 我们差点因为它丢了小命 但你救了我们 拉雅交了新朋友 再见 请不要生我们的气 最后一条龙画在卷轴上 鼓声留下龙来保护鼓士族 拉雅该如何识别它 它只有这张画 这个神奇的水晶太亮了 龙从这块石头上汽取力量 卷轴的两侧覆盖着金色装饰品 在拉雅得到它之前 被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拉雅正在研究该如何互换龙 哼 带莲花的碗准备好了 但我不知道任何咒语 我只有这张图 该怎么办呢 没错 我需要加神奇水晶 它们之间肯定会有什么神奇反应 那我试试吧 用电线为龙制作一个框架 真快 它已经想逃跑了 用热胶固定关节 我们可以用西伯做一个光框 速着头部和一对脚 做优雅的腿 每个爪子上都有三根手指 多么优雅的形状啊 用蓝色和白色的珍珠漆覆盖龙 神秘的眼睛 鼻孔 微笑 还有眉毛 当然还有可爱的爪子 用羊毛做一个厚厚的猫 在尾部填着一些毛皮 西苏龙生活在一个废弃的洞穴里 但拉雅说法把它引诱出来了 成功了 水星召唤了龙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我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是一个强大的龙 根据预言 你会拯救我们的部落 嗯 我不知道 我独自一人 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并且我很难信任别人 不知道我是否会帮助你 你可以加入我们 请帮帮我们 你是唯一的希望了 从而没有人像你一样相信我 现在我们是一起的了 拉雅和西苏一起离开了洞穴 他们必须穿过一片森林 这里又黑又可怕 那我们试着用手来找路 我们需要检查每一步 我们迷路了吗 我发现了些东西 耶 一个灯笼 我们得救了 多快了你的夜市 我们的旅客用灯笼点亮了路 最后来到了坡上 他们可以看到夜空的美丽景色 休息了一会儿 欣赏了北极光 哦 我习惯了五颜六色的毛发了 别担心 我们给你做相同的造型 够了吗 我想要一个厚厚的棕毛 这下够了 让我们让西苏自己挑选面料 牛仔演艺群 很棒的选择 我们可以用脚皮毛 做一个厚厚的衣领 在边缘上随即剪几下 一条闪光腰带缠绕着腰傻 美丽的装饰品覆盖了整个礼服 现在拉雅的人民一定会接受西苏的 西苏有机会变成人类 拉雅设法保存水晶 应该会有用的 向你的新生活问好 魔法在空中旋转 龙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孩 太奇怪了 但我们做到了 让我看看你 你的棕毛还在这里 我们有了尾巴 只有一双腿 你这样怎么生活的 我们 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了 嘿 我可以用我的头盗力 还能旋转 嘿嘿 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新身体 现在我习惯了 最后一条龙开始信任拉雅了 多亏了这一样 它找回了能量 给这个视频点赞 并订阅拉雅路频道 我们给你准备了最精彩的故事 还有娃娃小创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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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